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鬼跟你RollGate 信不信由你 欢迎大家收看由零开始 我Ken和Colin和大家见面 开始之前记得follow我们在Facebook 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 隔个星期上来做一做做 还记得四一令新令司 收听我们由零开始 本地频道38.2号台 好了我们今集就讲一讲 一些医院的医疗机构的令议事件 我们开始之前讲一宗新闻 有些有片为症的东西给大家看 前附近阿根廷有一个医院 有一个CCTV 都挺有趣的 听说有一个接待生 那时候我不知道是否因为COVID的问题 所以人们来的时候都要check in 不,其实所有那些… 无论是疗养院、诊疗所、医院 到了晚上的时候 如果有人进来探望的时候 因为工作人员不太多 已经有很多病人 已经睡觉之前 有任何人去探望的时候 然后作为保障者 一定要登记… 拦着他 拦着他登记 你叫什么水 你来做什么 对 你几时就进来 全部都要记住 走的时候 那天要签我的名字 就是说我走了 这是… 因为我们多去这些地方 因为当年我外父仲宰生的时候 他入療養院的时候 我们在晚上去探望他们 都是这样的 要是悬大纶 登记之类 那这部影片的接待生 那是安全的 安全的 你看到他看到一个人来登记 在文章上讲 看到一个 好像有些脾胖的女士 如果你帶你上網查看影片 那段影片很簡單 就是晚上 因為新聞說晚上3時多的時候 凌晨,晚上3時的時候 那位保安員就坐在自己的 職員裡,坐在這裡休息 看到那個自動門開,關閉 是 即是在我們CCTV的畫面 如果你本身沒有眼睛的人來說 你就會看到那個門開,關閉 然後那位保安員就起來 拿著那些資訊,登記簿走到那裡 他還有拿著索帶 拉開 在鏡頭裡看到他好像在聊天 事後他再說一下 當時他看到一個 大概70歲左右的婆婆 身形略為肥盤 動著拐掌,行動好像不太方便的女人 就走進來 他就問他 這麼晚進來做甚麼,婆婆 那婆婆就說 他之前住在這裡 裡面的親戚間,住的房間 他說他突然跑得匆忙 漏了一些東西,他又回來拿回 我家就登記他,叫什麼名字 來拿東西 現在看,3時多,把所有資料都抹掉 他就叫婆婆走 整個畫面就看著他,就好像叫婆婆走 而在網上,有些比較詳盡的 就是拍攝 他就看見婆婆走得不太方便 他就特意找一張輪椅推給他 讓他坐在那裡 然後他推了一張輪椅推進那間房間 因為那些鏡頭是比較全面的 但他在網上有很多鏡頭 只是拍到他,叫了婆婆進去 我的部分就是他推著輪椅進去 好了,進去之後 你自己找完就出來走 但他發覺,等了一個多小時 都未出來 sign out 對,我覺得奇怪 我走進去後,就不見了婆婆 他就周圍問工作人員有沒有見到婆婆 他說,從來沒有見過有人進來 他說,不是,剛才我推進來 他說,沒有見過,這麼邪叮 我看看登記裡面的名字 他一見到那個名字 那個名字就變青了 琴琴青,很變青 他就怕,這個婆婆昨天在這裡 死了,送走 這個人已經死了,翌日回來 整件事就在廢廢若揚 新聞又賣光出來 是 後來當然有遠方方面出來的 所謂的澄清 是 他說那晚那道自動門 是因為機管故障壞了 所以一晚在那10小時內 他開閃閃28次 不斷開閃閃28次 好,這個作為一些不相信的人來說 是,懷疑的 解釋得通 然後那個遠方澄清說 我們翻查過這個紀錄堡 沒有寫過任何東西 沒有人名,沒有甚麼 好了,所以懷疑 會不會是這個員工 那我作劇了 是玩的 玩的 所以製造這件事出來 但是有很多事情令人很懷疑 他評論 就是說 好了,令遠方所謂的澄清 我當那道門真是壞了 OK 我不算有沒有眼睛看到的東西 我先趕這部分 OK 那個遠方就說 寶上面沒有這件事 沒有登記任何東西 但是有另一個工作人員作證 就是當時他看到寶上面的名字 他才知道是那個人 然後你現在又說沒有 那你生醜了資料 還是真的從來都沒有 而且你不會拿這些東西來玩 除非他自己是剪片出來 還有自己放上網 或者賣給別人 我沒理由在CCTV面前 我就在你面前這樣玩 再加上 那個遠方就說 我不排除這位員工是惡作劇 但是我覺得 你惡作劇也要有一個目的 他沒有人拿自己的工作 來教飛來搞這個惡作劇 首先 另一個員工就說 看到名字 沒有人兩個員工合起來 整個惡作劇為甚麼 為了解僱? 是 對不對 所以整個過程都很解不通 而 剛才我說了 為何我說 那個婆婆是動主拐張 是因為我看到那個婆婆 動主拐張 OK 他好像內容沒有提到 你們應該看不到 我看到那個婆婆是動主拐張 所以我覺得他行動不方便 現在大家都可以看這個CCTV 你們有甚麼想法可以留言給我們 這件事真是信不信由你 我們之後會有一些醫療機構的靈異故事 不如我們休息一會 休息回來繼續 有靈,開始 歡迎回到第二節的 有靈,開始 認有我Ken、Conlon 跟大家分享 這個醫療機構的靈異故事 對,因為最近發覺 我收集了很多關於這方面的故事 有些是觀眾提供的 有些是網友提供的 我整個家族有很多人是做醫療的 明白 包括我自己的… 現內座 現內座 我的首領大人 他本身也是一個醫療工作人員 在醫療局做的 所以他提供很多古靈精怪的個案 炒盤一堆,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以下一個網友提供 在網上封存一個說法的故事 以往在香港,港九新界的地方 很多政府的醫療機構 是24小時開門的 是的 是那些24小時的診所 診所 給病人 病人的民眾 但最近大部份這些地方的醫療診所 全部只是營業到晚上12時就關門 沒有了通宵 為甚麼呢 尤其是一宗比較出名的兒子 發生在新界區 原本是24小時的醫療中心 但最近停止運作 只開到12時 後來人們就問他 當然是白了 我問他為甚麼不開診所 雖然不是醫院 但需要起上來 因為診所也是一個診所 有基本的醫療救護服務 後來查出來 在網上傳說 那裡有不少醫生和護士 都提醒過 有很多古靈精怪發生了 所以不想回到晚上的房間 沒有人肯做 為甚麼呢 最常見到是甚麼 有時在晚上12時多之後 有個醫生 沒有患者 很久要坐著 身邊看電視台 他在電視台門外看見門外 有個婆婆站在這裡 但不進來 他按過挺主管的機器 按對應機 跟面部的姑娘說 門口有個婆婆站在這裡 不知道為甚麼 你出去看看,那位女士,那位姑娘 就馬上走出去,發覺沒有人 然後醫生就說,不是,我剛剛還看到她 為什麼你一下子出去就不見了 但這不是唯一,有很多情況不停地發生 譬如有時候是一家四口站在門口,也是不進來 醫生叫了那位姑娘出去的時候 到門口又是甚麼人都沒有 但這些情況是經常發生的 但她們當時是在開24小時的 是,甚至乎有一次更神奇 不是醫生去,是有個女人進來 登記說要看醫生 通常所有醫療機器都是 你來看醫生,她就會給你自己填 出身紀錄、染索卡等等 你自己填,那位姑娘不會幫你填 我去看醫生看得多,你也填不少 好,她給了一個女人填 填了一個女人給給她 就說,好,那你等等,我叫醫生 到火的時候,我把那份的方向給醫生 看看,問醫生 喂,這些字都沒有 甚麼都沒有 她說,不是,剛才看著她填的 兩個人就走出去 在外面是一個人影都沒有 這麼吊詭? 這些事情不是單獨發生 是發生了不少廁所 現在我也想起,難怪… 突然令我想起 我在上海的一宗故事 這不是靈異 但正確就是我是那個患者 當時我在上海的時候 可能你水土不服 突然突然發燒 當時我住在酒店 當時酒店的服務挺好的 她看見我不舒服 對嗎 我打電話去前面跟她說 她說我要買節空藥 很不舒服 那時候我很記得是 半夜三更凌晨1至2時 然後酒店的人 不知道為甚麼 他們的服務特別好 我覺得如果在美國 真的沒有人送你 她就說好 她就帶了我去上一輛的士 和我一起去一間中藥… 即是藥房… 但那些藥房都關掉了 我正確地做回 你剛才所說的患者 我很記得是已經下閘了 已經下閘了 我記得上海藥房很有趣 可能那個人是在藥房睡覺的 會… 然後她就拉開 她的閘不知如何 有一條洞 對… 所謂防盜眼 你剛才說完之後 她給了一些很詭異的眼神 好像確定我是… 因為我很記得當晚下很大雨 我只是擔住了一把黑色 這個酒店是甚麼 眼睛說你是人 眼睛說我是人 然後… 我又要半鹹淡 普通話一般 然後就跟她說 為何我這麼深刻 我記得她是標準了我 她給了止痛藥之後 她還要我額外 給了不知多少錢給她 所謂的陳金 但其實就是緊急服務 我突然想起這件事 她在想 不知道她們是否這樣的想法 所以她們看到我 有這麼靈異的眼光看著我 對 另外又想起 當年我香港有一個親民親友 有一個親戚 也是做診所的姑娘 是 她在診所時 開得比較晚一點 她會開到晚上 大概又是八、九點之後 才關門 是 那天她診所設計很有趣 有幾層 有一個角樓 她平時會讓員工上去吃飯 看看上面有一個沙發、電視 如果休息吃飯 當然有這些地方 那些所謂的餐廳 平時她們都會很喜歡在那裡休息 但那個角樓的設計 比較特別陰暗 感覺上去就不太舒服 很多時候幾個同事上去 吃完東西 看電視 休息完後很快便走回來 寧願坐在下面 也不是那些人 不想坐在上面 很不舒服的感覺 其實是 那一次 那天晚上 她一跟一 輪到她當夜 他們分早間和晚間 她當夜 當夜的時候 醫生就說 趁現在沒有癌症 我出去吃個早晚 早晚晚 待會兒回來再認診 我親自說 我自己打了飯 我就去樓上釘了它來吃 她就走上去吃 吃完之後 還要有時間弄 這樣欺騰一下 但她準備欺騰的時候 就突然 有人在耳邊 嘩 嘩 她打了 嘩 什麼鬼 然後看到什麼 那我們 轉回來 休息一會 回來繼續 遊靈開始 歡迎回來最後一集的 遊靈開始 喂 對 我想她餵一餵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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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這麼早回來 但她看看 沒有人的 但她坐在梳化上 她的感覺 後面好像有一個人 那樣的感覺 看著她 她背部浸涼 她就很害怕 好 好 看著她看著她 看著她 看著她 角樓上樓梯的位置 樓梯口 旁邊 就有一個 穿著八三八裙 那樣的 女人 的物體 背著她 她就看著 哪個 其他姑娘 今晚只有她一個 當直陪著醫生 沒有其他姑娘 回來 她就說 哪位 然後 那個女人 慢慢轉過來 她的眼珠 她仍然是 眼珠 好像沒有了 一個兩個洞 那樣的感覺 青面療癌 那樣的感覺 整個看著 不是人 她第一次說 害怕 黑眼睛 立即衝回樓梯 走 下來 下來之後 不敢再上去 開燈 然後 醫生回來 看著她發震 有甚麼事 樓上樓上 跟著醫生陪她 再上樓上 是甚麼人都沒有 OK 但自於那個時候 開始之後 她永遠 沒有人陪她 她打死都不上樓上 因為太驚嚇了 這個是她說出來 一些 她過往的經歷 現在沒有在這裡做 但是 我這位親戚 她有很多 因為可能她本身 靈異體質 她經常遇到一些人 都是遇到 所謂 物以類罪 是 她試過在一間大醫院 這間醫院在香港也屬於出名 我就不說哪間醫院了 OK 就是那個臉房那邊 經常都有一些很靈異事件出現 有甚麼事 譬如有一次 她有一個 她剛才又要做無奈 那 凡是有人過身 推大體回到那個臉房 下面的停屍間 那裡 那裡通常會點一些新人做 OK 那些老闆就很少做這個 她說你推這條絲回去 那次她剛去做 就跟另一個新人進去做 那個新人的時候 她就很不喜歡 每次陪伴一起推這條絲 她坐升降機 因為坐升降機 她永遠都覺得 那個女人在念經 那樣的樣子 神神化化 又在做甚麼 那時候熟了 就問她 她說 她說 因為她試過推施塔下去的時候 看到很多靈異事件 那天陪伴她下去 為何會口吐 因為剛才那天 她們不知道在多少個樓 因為通常那些停屍間 都在地庫那一層 對 她坐升降機的時候 其中她停了一層 停了升降機 開了門 但沒有人看 就關門 我親戚就想 有人按了升降機後 坐到另一部 沒有不以為意 但旁邊那件 扭起頭 不敢出聲 嘔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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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後她問她 當時她是看到 一個靈體走進來 而這個靈體是誰 就是她在推著那條絲 而這個靈體還在她旁邊跟她說 你推我去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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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回上去 所以那個人 是怕得震動 不要教我 不要教我 所以她是很害怕的 但最害怕的一次 就是我這個親戚 就是她自己的親身經驗 是 她又是同著這位 兩位高靈人士 一起推著大體下去 去那邊 突然開升降機 她看到一個病人 面青唇白的病人走進來 一個女人 戴短頭髮上下 她不以為二 你知道 通常大體推下去的時候 她們當然是用白布 蓋著頭 很少會拉開墓看著她的絲 通常她們是蓋著頭 才推到絲 所以看不到她的樣子 她看到女人進來的時候 我真的不以為二 這個病人 這個病人這麼熟悉的 在哪裡見過她 不是很懷疑 但她旁邊的人 已經震了 不出聲 看不到 擔天望地 她覺得 又有東西 很奇怪 然後推到廷師家 交給她接手的時候 那個人順手當然會揭一揭 登記是否那個人 揭一揭 她一看一看 她只看到剛才入獄那個人 她也看到那個人 就是這個人 也很可憐 做這一行 然後你還要是高靈人士 有甚麼事 是 這是她說回相對恐怖和驚嚇的事 說完在香港這些地方的時候 跳回來 因為我在美國這邊 我很多親戚都是做醫療的 我記得有一個親戚 是做一間… 在我們三藩市 七拉攤 有很多醫務大樓 是一個房間 租給醫生去應診 去看患者 當時她是做一個心臟科醫生的姑娘 很多時候 因為有很多事要做 因為她是屬於manager 那類型的事 所以很多時候 晚上下班 醫生都離開了 她就留在那裡 收拾後 登記這些事 在叉拉攤的建築 通常都很老舊 而當中 你會說 你凡有醫務大樓 通常每一個單位 每一個房間 醫生的醫務所 就不會有廁所 當時會有廁所 當時會在外面 會拿一條紙 走到外面 有公共廁所 大家去使用 但她做的事 因為她的醫生 是那個物業的其中一個主管 所以她就特意 在自己的診所裡 加裝了一個獨立廁所 方便自己去使用 不可可有些病患者 應急預用的時候 可以使用 那一晚就留在那裡 就在那裡工作 工作的時候突然聽起沖廁所的聲音 他心想,誰回來了 他只會打開廁所 看到廁所剛剛沖完,還在轉 但裡面沒有人 這個恐怖,如果你說聽錯的話 是的 然後他還聽到一個女人的聲音 Excuse me 他馬上走出來 今天你們不做了 收拾一下就走了 至少他永遠都不在 晚上一個人自己在診室裏面工作 這個恐怖 因為如果你說只聽到聲音的話 我都會說你的老舊的水管有問題 是的 因為警告他 因為醫生安慰他 這個廁所後面就是公家廁所 可能一些木板的牆壁 後面有人說excuse me 你聽到而已 但在沖水那裡怎麼算 沖水這下真是恐怖 所以他打死都不在這裡過夜了 真是信不信由你 各位觀眾 今天非常高興 多謝Colin跟我們分享 這麼多醫療機構的靈異故事 如果你們也有這些類似的故事 歡迎留言給我們 我們可以跟各位觀眾分享 今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